因為最近的吃播都是帶你們的貝貝去吃平價料理 那我們的貝貝呢 好像就是越吃越胖 因為平價料理的份量都很大 今天為了回饋貝貝的努力工作 今天帶他去吃洛杉磯的米其林二星發料 我以為是吃什麼好吃的發料西餐 兩個人吃下來一千美金 就讓我們去看看米其林發料可不可以越吃越瘦 因為我們的艾倫哥哥 才近 把車停得很遠 我沒辦法穿高跟鞋走那麼遠 這雙高跟鞋超抹腳 所以我只能穿著拖鞋過來換 你們知道他為什麼要把車停得那麼遠嗎 因為他覺得代客停車 他覺得那個錢他不捨得花 他覺得旁邊有免費停車位 所以要停到兩條街外面的免費停車位 我已經走路才兩分鐘了 我不好意思把我的拖鞋 看看看你現在塞進去啊 會被人家看到的不要鬧 啊不行誰看我啊 我的白癡還是什麼東西好 真的很白癡 我不懂為什麼你要做這種奇怪的東西 快給這個拖鞋一個特寫快點 後面在旁邊咬咬 不會不會 後面怎麼會撿我的人吃拖 如果真的被烘了錢走 那送給他 送給他 今天我們來到了是一家 非常助理的專門吃海鮮的 一七零二星餐廳 然後這家餐廳呢 在洛杉磯開了很久也非常有名 只要一提到海鮮餐廳呢 大家就會想到 我們這家餐廳之前吃過啊 但上一次來吃的時候呢 車被拖了 所以他整個就心不在意 然後就把三個小時的一整個過程 直接到那個服務生縮短到我們兩個小時內吃完 你吃了什麼我根本不記得了 所以呢 時隔七年我準備再來吃一次 那我們家貝貝因為是一個吃貨 他不管到多麼高級的餐廳 他都不會想要拍照 他永遠是以吃為主 狂拍一波 拍照 我覺得好像還是希望你拿下來 當我的人肉相機這樣 那身為米其林二星的Providence裡面的環境 當然不用擔心 當然不用擔心 很多說 所有的擺設到餐具 都是非常的高級 但是用餐環境 各位看到了嗎 我們的桌上 旁邊竟然有紙巢 那艾倫的吐槽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接下來請我們的小胖妹貝貝 表演一個吃播的大動作 天啊 各種摩拳擦長得了他上菜 我已經等不及 我真的超餓扁了 餓到前胸貼後背 於是 終於上了第一道一口小食 所以米其林餐廳基本上都會有前面 不包含在菜單裡面的這個開胃小菜 那這一個開胃小菜呢 一共包含三道不同的Binger Food 哇這三道小菜都超級好吃 全部都驚艷到我 第一道是外面炸的酥酥脆脆的一層脆皮 包裹著裡面晶瑩剔透的魚子 整個口感是酸酸甜甜的 非常開胃 第二道是煙燻鮭魚配手指餅乾 第三道是一道A5和牛的和牛毯 三道口感其實都有一些相似 咬下去是香脆包裹著綿密柔軟的口感 伴隨著的是海鮮和牛肉 還有一些優質脂肪的鮮甜味 其次跟隨而來的是一絲絲酸甜可口 正好可以開胃 這三道小食我真的非常愛了 還有一道是龍蝦做的一口前菜 這道是龍蝦搭配了松露 味道非常鮮美 就是收尾的時候味道有點鹹 這道是魚子醬生蠔 生蠔是半熟的 沒有加很多調味料 只為了凸顯魚子醬本身的鹹鮮味和生蠔的鮮甜味 一口下去感覺整個被海浪捲走 還是要有一說一 首次的醬法不如我們廣東的炭烤原汁生蠔好吃哦 怕你們聽不懂我的廣東普通話 所以我用標準普通話 被雷得說一遍 首次的醬法不如我們廣東的炭烤原汁生蠔好吃哦 下一道是一個比較普通的金木雕刺身 它的味道就跟它的外表看起來一樣普通 它搭配的是黃金小番茄白芝麻還有它的特調鹽 還據說是一個非常屌的橄欖油 所以它小小的滴了幾滴它非常金貴的橄欖油 在我的盤子裡讓我把它們全部混起來吃 這道菜挺好吃的 但是好吃純粹只是因為它的金木雕夠新鮮 食材本身很鮮美 這個橄欖油確實非常的香醇 它的特調鹽味道也非常鮮美 可是金木雕是金木雕橄欖油是橄欖油 特調鹽是特調鹽 它們美味的毫不相干 並不是因為它組合起來有多好吃 所以好的下一道 下一道菜是不包括在菜單裡 我另外加點了西班牙海蝦 因為不確定好不好吃 所以我們就只點了一隻 它是每日新鮮運送 我當然要點 做法是鹽菊 服務大叔先推過來一個非常豐富的料理車 我以為他搞一個什麼驚艷的大動作 結果它只是把裡面那隻孤獨的鹽巨蝦 切成兩斑 集了點鹽鹽而已 但是這隻蝦確實非常新鮮 裡面非常爽脆 可以嚐出它那種新鮮的鮮美 當下我就後悔沒有點了兩條 廣東人的本性暴露 不犯過海鮮的任何一部分 準備開始嗑蝦頭 但是結果被嫌到原地去世 這道海膽蛋真的是今天的亮點 是所有菜裡面最驚艷我的一道菜 可惜這道菜也不在菜單裡 是需要另點的 然後上面加不加魚子醬也是你自己的選擇 那我們當然豪氣的說給我加碼 但事實證明 加魚子醬是對的 哇這個魚子醬實在是太鮮美了 它加的一點都不吝嗇 而且它給的是非常專業的木頭勺 因為我們知道吃魚子醬要用木頭勺 或者是貝殼勺 它一口下去 就是那種綿密鮮甜的口感 整個在我嘴裡炸開 就是蛋黃 海膽 魚子醬 這幾個世界上最鮮美的食材 組合在一起 你根本都不用怎麼加工 它就可以鮮甜 讓你的天靈蓋都掀翻了那種鮮甜 你整個爆炸 那一瞬間我彷彿真的來到了天堂 就是這麼的浮誇 就請給我上一個那種 中華小當家來到天堂那種 登登登登登登登 那種感覺的背景音樂 但最關鍵的是 這個廚師不知道是在裡面做了什麼調味 他把這三種本來已經很鮮美的東西 連接得更加的緊密 讓它更加的融為一體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喜歡這道菜 而且據說這道菜 是他們開店17年以來 一直在店裡面人氣最高的一道菜 一直沒有從菜單上拿下去 不管怎麼變換它的季節菜單 你始終都可以另外點到這道菜 我覺得它17年在榜上是有它的理由的 我真的想再點一個皮這一顆蛋 要80美金耶 你敢相信 我吃前面的料理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怎麼還沒有上麵包 我好餓好餓一直在捶桌子 你知道嗎 結果真的上了麵包 然後它的麵包非常特別 是我非常喜歡的酸麵包 然後它整個端上來的時候 哇 雖然有餐巾不包著 可是完全阻擋不了它那種充鼻的香味 只充我的腦門 然後它的奶油也是它特調的 它的麵包裡面是非常有嚼勁 有點麻糬 然後外面烤得非常脆 但是有一點點小硬 吃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很有可能刮傷你的口腔 口感就是非常的好 外脆里糯 外脆里麻糬 非常非常好吃 我真的是一口氣 我就快幹了一半 然後你們Alan哥哥說 不要再吃了 再吃你後面吃不下 但是我實在是控制不住 你看這個麵包 專門自己帶著一張剪接就上來了 他自己帶著自己的履歷表 上來應聘 我非常滿意 立刻錄用 這道菜也是今天的亮點之一 它的主角是挪威來的帝王蟹 搭配的是甜豆海膽 它底下那些汁是熟成過的火腿 熬出來的汁 哇這整個也是鮮美到瘋 我看到這個醬汁 我頓時就想用我的酸麵包下去蘸一蘸 但是發現並沒有很搭配 那我們就算了吧 我們先來一口帝王蟹 天啊這個帝王蟹的肉質緊實Q彈 但是因為有一種那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仔細一品嘗 原來是它的鮮甜 在你的嘴裡入口即化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醬汁 特別搭配這個帝王蟹 再加上它的小甜豆的鮮甜 我的天啊 你匯聚所有的鮮甜 在一道菜裡面一口吃 這個感覺也是上了天堂一樣的 忍不住了 再拿起一個酸麵包 把對面Alan哥哥的碗裡的醬料也全部占完 下面一道是扇貝 哇這個扇貝也是非常的鮮美 它的肉質也是非常的扎實 而且這個扇貝的個頭也非常大 旁邊拌的是青椒 它這個青椒的味道也非常的甜 所以是兩種鮮甜的結合 也非常好吃 隔壁的泡沫 隔壁的泡沫 就是這盤裡面的泡沫 調那個醬汁 天啊我都不知道它是怎麼調出來的這個泡沫 非常的輕盈 在你嘴裡一下就不見了 但是又留下那麼一絲絲的鮮味 這道菜我也非常喜歡 一口下去 這道菜這個魚叫做Rockfish 我也不知道Rockfish是什麼魚 是石頭魚嗎 它旁邊搭配的有點像是那種 英式早餐的早餐豆 但這個醬料特別屌 這道醬料就是法國非常有名的 那道燉蔬菜的醬料叫Ratatouille 就是那個料理鼠王 裡面用的那個醬料真的非常的好吃 雖然跟旁邊的豆不太搭配 跟這個鷹嘴豆泥也不太搭配 但是伴隨著這條鮮美的魚 哇這兩者的味道簡直融為一體了 我只能說旁邊的豆是多餘的 這個場合裡只融了下Ratatouille的醬料 和它的小魚魚 下面就是主菜環節 主菜呢是有三道 讓你三選一 三道分別是帝王鮭魚 鴨胸肉和A5和牛 A5和牛是需要加錢的 我必須選A5和牛啊 然後Alan哥哥說 他選一道不一樣了 這樣子我們兩個人 都可以吃到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他選了鴨胸肉 但是講真 誰會選帝王鮭魚啊 我們先來吃這一道鴨胸肉 這道鴨胸肉搭配的是 車梨子和甜菜根醬 哇我平時最討厭吃車梨子和甜菜根了 沒想到 他把這一個車梨子和甜菜根醬 做的那麼好吃 酸酸甜甜 一點都嚐不出那種車梨子可嗽水的味道 它的鴨胸肉是半熟的 它中間的這個料理的程度 是剛剛好的 有點像三分熟的樣子 裡面還是紅肉 所以它整個吃起來真的非常的軟嫩 然後又沒有鴨子的那個腥味 這道菜我非常喜歡 但是旁邊那個有點像可樂餅一樣的 不知道是什麼的肉餅 我覺得著實是有點多餘哈 因為它很鹹 這個A5和牛我七年前來吃同一家餐廳的時候 它就在菜單上 至今它還保留在菜單上 可見它是多麼的受歡迎 它旁邊配的是櫃 跟剛剛一樣的像可樂餅一樣的肉餅 我覺得也是多餘的存在 我們就來吃吃它的A5和牛 它的A5和牛就是普通的A5和牛 並沒有比我們平時在家煎的A5和牛 或者是焼肉裡面的A5和牛要好吃 就是我的表情就是 好像沒有想像的一樣好吃 但是又是好吃的 但是它沒有那道鴨胸又好吃 所以我還是點錯了 下一次我再來看到這道菜 我要果斷選擇鴨胸肉 而不選A5和牛 這還要加錢咧 煮菜過後就是我最喜愛的甜點環節 法式料理很好 就是它最後都會給兩道甜點 第一道甜點是酸甜口的 是水果風味的 第二道一般是巧克力甜點 是凸顯了甜點師對巧克力的理解 第一道酸甜口的甜點呢 它給的是芒果雪趴 搭配的是芒果乾和薄荷葉 這道菜呢 熟食一般 因為我吃起來我覺得還沒有台灣的芒果冰好吃 對不起台灣的芒果冰真的是一絕呀 所以請大家想像一想台灣芒果冰的味道 好我們下一道過 下一道巧克力甜點 是一個巧克力夏威夷蛋糕 底下是慕斯底 裡面有榛子醬 胡椒糖醬 還有香蕉 它特別有強調它的糖用的是沖繩黑糖 我並沒有感覺到這個沖繩黑糖有什麼特別的 我只有感到甜到我 感覺頓時需要喝三杯茶來壓驚 一位美國人說 吃甜品就是要夠甜 不甜還吃什麼甜品 可能是我年紀大了 就實在是接受不了這麼甜了 所以我無法理解這種說法 但是它的巧克力還是非常香醇的 上面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做的巧克力脆片 給它的口感更增添了一絲層次豐富的爽脆感 但這道巧克力甜品實在是太甜了 我大概吃了不到一半吧 我就真的是吃不下去了 最後收尾的是各種的 迷你巧克力 迷你馬卡龍 迷你各種東西 哇 這個真的是甜甜甜的交響曲 就你能從甜中嘗出各種微弱的 比如說開心果的味道 草莓的味道 馬卡龍的味道 但是它最主要的就是 還是甜的你翻白眼 所以我大概每個就是只甜了一下 我就實在是受不了了 那我們今天就愉快的 在甜死人不搶命的巧克力N重奏之下 用餐完畢啦 我今天還是非常高興的 對於七年前來吃Providence 我覺得它的水準是有在進步的 它的擺盤也是有在進步的 我覺得這一次吃比上一次真的驚豔很多 總體來說我還是非常滿意的 我會回來的 你脫鞋在哪裡 你脫鞋在哪裡 被人家偷走了 被人家偷走了 快點快走 感覺是一個 還沒有 還沒有過八點 就看八九空的蜂蜜了 血糖太高 這天 我主頭哥露出來了 今天是很開心 因為它的菜單全部都換新的了 所以呢今天基本上沒有說特別雷的菜 除了甜品 真的所有甜品都太甜了一點 不過這是美國人的通信 就是所有甜品都太甜了 但是所有鹹的料理 今天我覺得都非常好吃 沒有讓我吃到沒有讓我吃到 所以我今天宣布 Pervidance 已經心情為我在洛杉磯 最愛的霸料 下一次我們就等著阿倫格 帶我們去吃更貴的料理 然後我們看看能不能超過Pervidance 今天1080耶 1030耶今天 加完小費1030耶 可是下次我們去吃 Jolub超不是吃了1200嗎 Jolub像完勝 完爆這裡 今天很好吃好不好 Let's go 怎麼還在拍啊 我靠 懷孕三個月 可以收進去嗎 好恐怖喔 健身的人